好,那我再讲一次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专案呢 它是名称叫Firepanda 那它是基于REAT以及Angular框架所开发 针对TwCore IG台湾核心始作指引的一个 client开发工具 那我是讲者杨家祥 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位讲者杨耀诚 然后可以看到红色那一只Panda是我们的logo 然后中间的QR Code 你们可以帮我们扫一下 它是我们GitHub的一个连结 那可以按一个星星这样子 那右边这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logo 那我会分大概四个环节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介绍我们的专案 然后第二个是背景知识与介绍 然后以及Panda的这个操作说明 以及Panda系统架构 最后一个还有一个demo 那我们可以如果想要在解说的时候提问的时候 也可以先扫一下QR Code 那我们的成员 我们有四位 第一个是我们的建兴学长 那他目前还没到 然后他开发的是Angular的专案 以及后面三位 耀程 博勋以及我 我们是做Reator的实作部分 那我们的专案呢 它是用JavaScript的很多框架所构建而成 有使用Vue Angular Valuna 就是原生的JavaScript 还有ReatorJS进行开发的 然后我们实现了这个Fyre客户端 Fyre Panda是为了Fyre的开发人员所设计出来的一套工具 那我们总共有四只熊猫 那四只熊猫的这个功能都是大致上相同的 那第一只熊猫呢 是我们的Green Panda 它是使用VueJS开发的 因为它的logo是绿色的嘛 然后Red Panda是Angular 然后Blue Panda是Reator 以及原生的JS 那我们有四只熊猫 那功能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主要有四个功能 第一个是Fyre的服务互动 那可以让我们的开发人员 对这个TW Code IG的FyreServer进行互动 有包括Apple、Delete、Get以及Update的四个功能 那第二个是对TW Code IG的支援 因为我们TW Code IG跟实际上HL7Fyre的标准 是有一些些许的不同 那后面还会再做介绍 那我们有针对台湾TW Code IG的支援 那第三个是优化我们的开发流程 可以透过我们的框架去快速的开发 那第四个是我们有很简单的 这个使用操作界面 那看起来就是非常好用 那背景知识与介绍 什么是TW Code IG呢 它是一个卫福部 开发的一个台湾Fyre的实作指引 那你可以在官网上面看到一些 针对Fyre的一些操作 像是病患的照顾资料交换格式 那它有许多的Resource Type 以及很多的栏位规定 都是要遵循我们的Fyre标准 那跟国际上的Fyre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会针对台湾比较多的使用情境去定义不同的 就是在Fyre的基础上再去定义一些 台湾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资料格式这样 那Fyre呢 它是一个HL7国际第七层协定协定协会 所定的一个医疗资讯的交换标准 那它主要是用在医疗资讯上 做格式的交换 那我们可以看到Fyre的格式 那大致上会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Json的格式 那第二个是Tymel的 那Json的格式可以看到像我们左边的这种示意图 它是一个蛮标准的Json file的一个格式 那右边的是Tymel的一个标准格式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下面我们有放一个HL7官方的连结 不能打开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张表是由这个 立惠老师在2020年提出来的一张表 那它针对的是台湾目前的这个 医疗资讯交换格式所做出来的比照 那它使用的是CDA 第二个版本跟Fyre进行的比较 那CDA它的资料格式是Tymel 类似是IHE的XDS格式 那它会有许多的这个规格书是用 或者档呈现的 那Fyre的话它会有Tymel Json以及Json的格式 对然后我们走的是Resport API 所以会比较有这样的规则 那我们有一个台湾核心实作指引的一个 官网可以去看我们要如何去制作这套系统 那它胜出 为什么我们会使用Fyre呢 是因为它的资源的比较多的格式 可以去做弹性的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在网页上 或者是各种系统上去进行传输 那它读起来也会比较的 比较容易懂啦 易读性 然后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上线去实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Fyre的工作流程 那我们左下角会有一个 DB是存放我们一些病人的资料 那它透过我们中间的这个Fyre格式 透过Fyre格式它可以传到不同的 类似Browser或者是手机去做解析 资源度比较高 那我们的系统呢 是走网页的 那我们以Reator来做一个翻例的教学 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我们可以做server URL的 看你要放哪一个server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选择你有走通信选定 https或者是http的协定 那上面左上角是可以有 get post delete 以及put的不同选择 那我们还可以选择resource type 那我们search的参数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ID去做search 以及下面的search可以去做调整 那下方则是我们的table显示 那这个是以ID搜寻的一个范例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ID去搜寻我们的想要的资料 那它会在下面的table去做呈现 那我们有几种呈现的资料会分为object 就是json以及array 以及text三种的类别 那我们右方会有一个打开object的一个按钮 可以去按它 那我们可以看到原生的file格式大概就是长这样 那它最上面会有一个resource type 像这个resource type它叫patient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些resource type它可能会reference到其他的resource 那它会显示为蓝色 在左边这边 那如果我们按下去这个reference它代入的方式是从 uil的parameter去代入 把我们的参数放到我们的search的这个输入里面 然后再去寻找一次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reference去寻找出我们对应的这个资料 那接下来是更新的部分 更新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id 在右边有一支小笔 table的右边有一支小笔 可以去按下它 那它就会把我们的file的原生格式去代入进去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修改 然后可以看上面的id它是会针对该笔资料去做更新 然后还有format的功能 然后put的话它是不用带入id 它会自己去产生流水号的 那送出去的时候它会针对你的格式去做验证 如果你的格式是不正确的它就会阻挡下来 那我们pandas的架构可以看成是以下 user代表使用者嘛 那我们可以透过UI界面去做 去对这个firepanda去实作 去操作 然后往后端的fileserver去做传输 那它会透过REST4API去发送给fileserver 然后fileserver呢会response一个json 如果你成功的话 它会把你的filesjson response回来 然后显示给使用者看 那这是我们系统可以去定义的一些resource 以及search的参数 那它设定的途径在config里面 然后接下来是demo的时间 请耀诚来demo一下 好我们谢谢第一位讲者家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那这个部分是qa time 就是等一下下半场在demo的时候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提出 那有想要问上半场的介绍的部分问题 也可以先扫一下这qrcode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及时跟你们互动 qa 对不对 就像qa的可以扫一下 ok 那还有人要扫qa 好 那我先跳出啰 好 那我先跳出啰 好 那这个部分是live demo 那我们可以先到就是我们的github上面 然后github上面之后 我们可以找到 往下滑找到readme这个区块 那我们已经有帮大家就是build好线程的 因为它是静态的网页 它是resourceclient 然后各位可以就是透过这个地方去进行live demo 但是我们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操作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以我们以操作就是如何下载程式码来改 然后来执行的部分作为live demo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稍后去玩玩看 我们这个部分 就是刚刚第一位讲者家想讲到的 我们的react panda 对 然后操作界面都 好 这个部分投影应该是投的出去 因为我们第一位讲者家想有在根据就是 有在去做一些bug修正 好 11.15分 好 好 各位帮我们想一下QA 我们要撑到11.15分 好 那家想这个部分 它预设进来之后就有带这个我们的fire server的base url 那我们可以直接前往这个fire server的网址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好我们这个fire server长这个样子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可以供你查询的像现在observation有5000多笔 但是这个界面做的比较不好查询 它比较像是给工程师看的API文档 那对于使用者没那么友善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restwork client长这样子 看起来界面就友善多了 那像我们目前就是刚要查询这个patient fire patient 然后各位如果之后看到 因为还有其他公开的fire server 那公开fire server通常会有写个这个叫fire base 就是这台fire server的fire resource的根目录 那你可以就是去找到 然后它复制起来 然后复制起来贴到我们这个地方 server url这个里面 好我们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设查询条件 我们先查一笔 没有带任何查询条件的 那我们查查看有没有 我们新增一个parameter 我们看有没有病人叫做John好了 好我们查查看有没有病人叫John 哦有 好 插回来的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展开它的name 它的name是复合 好 这个地方一定有bug 各位放心 各位尽量去追这个 我们这个CYLab 大家认清一下 就是我们GithubCYLab 然后Fire Panda上面 因为这是我们还在开发阶段 所以可能开发者那个 还有bug要修一下 那这个地方没关系 这个地方我们之后就补上 只是先告诉大家 有这个功能可以用 比如说gender我只要查 还是我不要使这个地方 再扯出bug 其实我们因为Fire后来有更新 就是我们之前这一套是测试的OK的 那因为Fire有经历一个变化 大版本的更新 就是我们目前TW Core是R4 Fire有分版本 可是目前我们的Fire官网 已经升到了R5的版本 我们打HL7Fire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Release Release 5 那因为它这是比较更新 比较最新的版本 所以它可能 我们这个Happy Server也有把它更新到最新版 那它之后查询上 有些参数可能有更新 那我们之后都会再把它更新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担心 好 因为这个是简单的Live Demo查询 那我们重点是在场相信有工程师是想要接触 想要来就是练习这个Fire格式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教大家 手把手教大家 怎么把我们这个专案Clone下来 或是说你要Download下来 然后等一下有一部分时间我们 请家翔就是来为我们讲一下那个 我们里面 React里面有写到关于Fire的部分 好那我先操作一下 这台电脑应该有GitClone 就是我们 不管你是Linux或是Mac或是Windows 我们应该都可以打开我们的Terminal 那我们就先Git 我先确定一下这边是有Git 好 没关系那Windows事实上 没有中央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Git Download 那用Git Download的好处是 你可以去追踪 我们修改的每一个版本 我们的每一笔Commit你都可以看得到 但你也可以直接 比较突方便的话 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 我们GitHub上直接Code 然后Download Zip 这样子也是很方便的 可以下载到我们的程式原始码 只是它就没有这些 我们说的Commit记录 我们历史修改的一个修订记录 那这个看各位 我是习惯用Git指令 这边我们的预设 Alan SAN Git安装好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滴槽 不要用低槽了 我们放了c槽 我自己的习惯 我自己的小习惯 会把Git的东西都丢在c槽跟目录 那我们在这地方打开terminal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GitClone 然后可以到我们的GitHub上面 我们这个地方 你让点开code 然后它提供这个网址 Git的网址让你复制 再点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terminal 好 等一下 我们以第一位作者的版本 去cologne好 因为我们家想 第一位讲者家想 他的目前版本比较新 虽然可能还存在一些bug要修正 对不起 我们直接fork 我们要登录 我们要登录 好 我们可动家想的版本 这边应该没有VSCode 等一下我们用nopay++ 我们家想也很习惯使用nopay++开发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cd到我们的 我们刚刚clone下来的这个repo位置 那对应的就是这个资料夹的根目录 那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先进到我们的react.js里面 进到 专案根目录之后进到这个react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一场讲的是react版本的firepanda 好 然后我们进来npm install 没有npm 没有npm 对我们这边环境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我们 刚好live demo time 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问题 各位啦这应该有还原卡 应该是有还原卡 好 好 你们很辛苦啊 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我们那个开源总会有bug 那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系统是提供一个 就是说在对于fire入门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大家碰到最大的问题是说 我看不懂规格书 对不对 我们一看到的 然后你问 如果你不是问这领域的专家 你问每一个人的工程师 他可能会看得不撒撒看得不撒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在做医疗资讯的时候 对于这个新型fire的技术开发 在工程技术领域上面 大家的我想大概90%以上的人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专案呢 其实是一个让大家去入手 特别是针对一个fire的client官 那fire server的部分会 就是说已经有 我们已经有架设一些公开的 这个fire server 提供一些resource资料 让大家来做测试 所以这个的专案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于说 我们有开放的原始码 包含各种不同前端的框架 然后他们用不同颜色的熊猫 对不对 去做 所以就是说对于前端开发来讲 他可以採 选用自己适合的一个框架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范例程式 有不同的resource去知道说 对于这个整个fire的入门 基本能够帮助大家在 就是那个cornerstone 我们在建制一个第一个fire的 比如post的第一笔资料的时候 能够给大家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 那这个fire的一个 就是说就是三个颜色的熊猫 主流就是一个view angular 还有什么 reate 还有一个原生的 香草 香草JS去做这个的选择 那刚刚提到的是除了 TW Code IG的一个开发之外 这个你们有 可以支援其他就是base 其他的fire原生base的 对嘛 有对不对 所以TW Code IG只是一个 它在这个 这个就是说结构上不同 可是事实上这个的框架 它是可以适用 原生的fire的规格标准 所以包含R4 R5 它只要这个规格符合 都可以依照这个框架去做 所以这个是主要提供 在开发者在实作上的一个参考 那也欢迎大家 来点赞 按信心 然后发PR或是说加issue 那这部分可以让我们台湾在 这个医疗资讯fire的一个开源的 项目里面的社群能够更活跃 这样子 对 好 我已经看到第一个 前面那个讲者已经来了 对 所以 所以就是你们 你们辛苦了 那看到你们各位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所以技术问题的交流或什么的 都可以在这边提问这样子 那就是线上的朋友们也有欢迎来提问 那也欢迎就是加入我们这个 open source的这个community 对 我们是秉持的开放的态度 就是只要大家都有这个贡献的话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来加入这样子 OK 好 我们谢谢廉仲岳教授的介绍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安装 那个开发环境应该是快好 我们再稍后一下 那大家一样可以想QA 因为我们这场到15分 大家的QA可以提出 等一下不要关了 搞不好下午人家会用 下午人家会用 哈哈 等一下下午 说不定我们帮下午的讲者装好 他需要的开发环境 下午也需要live demo 好 好 另外再宣传一下我们的就是 跟那个软體自由協会有一个共同的社群 我们在那个就是614的那个部分 会有我们的社群摊位 那我们这边有提供了就是 这些open source的一些小礼品啊 贴纸啊什么的 杯子什么的 杯子是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要赶快去这样 先抢声音 先抢声音 玩那个闯关的游戏这样子 对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大家再有个 那个五分钟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那我们等一下请那个 之前那个讲者来介绍一下 也是另外一个open source tool 对 它取了一个不好念的名字这样子 对 就是Fire Universal Converter 那它主要是用来做 它的概念跟Fire Panda是一样的 它是用来做所谓的 你假设好了 你们医院或是公司 你们要做转Fire这件事情好了 你们硬苦手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很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提供一个CSV 或是一个JSON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只要设定檔 改一改弄一下 转出去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下一个这个Powerful的工具呢 就是也 就是由我们的那个 希塔科技的支撑长 他所釋放出来的一个open source 然后我们这个部分 有跟他们去做一些整合 那他也是open source出来 让大家都能够去使用 降低大家在开发的一些技术门槛 这样 OK 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 你们还在装 好了 好了 好 他们一直想要给你们live demo 这样子 证明他们说是可 不好意思这边 因为NPM的版本有更新 所以你们在安装的时候 记得加这个focus进去 不然它一定装不起来 对 然后关于 刚刚QA有人提问到就是 Panda这个取名的由来 是从这个Python的Library Panda去的灵感吗 好像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原本叫做Red Panda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版本 那那位学长就是 蛮喜欢Panda这个动物的 所以他把它取名为Panda 这样子 然后我们三个颜色的Panda 是目的是在于推广 如何实作Fyre系统吧 我们的目的是 就是让我们想要踏进这个Fyre 来使用这个规格的一些开发者 能够透过我们的简易的工具去 推送这个Fyre格式进我们的Fyre Server 主要是做一个测试以及 拿我们的Open Source 来进行更多的延伸这样子 对 谢谢 好那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 我们的环境终于建好了 我们现在React专案也 顺利的启动起来 对 刚刚各位应该有看到我操作就是 NPM Install是安装我们的专案相依套件 然后还有一个指令 它应该跑到很上面了 它叫NPM Run Star 这个如果有 平常有在写Note.js 或是说 有在开发React的人 应该都蛮熟悉的 那如果你是新手 没关系 我们这边也是指令提供给大家 那我们的GitHub上面 其实都有 都有写到 然后 如何去Build我们的专案 好那 所以各位 其实之后如果有想要去尝试摸索这一块的话 我们文档都写得算蛮完整的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刚操作的指令都在 我们刚操作的指令都在这边 对 好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React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跟刚刚加想 第一位讲者加想它放在 deploy在那个GitHub page上面的 页面是一样的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先测试一下它的功能 是否都正常 我们这次查个Medication 查药物好了 好 查询速度很快 好 像这边就有查到 好 那至于 呃 剩下五分钟我们来就是 请我们的第一位家想 那个第一位讲者加想 来讲一下就是 关于这个部分 有关那个Fire 的Source Code 那其实 整体蛮 整体是蛮简单的 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Web App 然后Web 里面有一些区块是跟Fire有关的 我们交给第一位讲者加想 谢谢 好 那各位好 呃 我来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Reator 专案的架构 呃 那如果要启用我们的专案的话 是NPM RunStar 那如果你要去修改里面的一些档案的话 会在SRC这个目录里面 那我们点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Type 然后Config HTPP Request 以及Component这几个 呃 可以修改的地方 那我们主要会针对Config去做修改 那我们这个Config主要是定义它的ResourceType 它对应到的地方就是 在最上面这个ResourceType的部分 然后下面的这个参数呢 会对应到我们的Search的Parameter上面 那主要就是针对这边去修改就好了 好 那我们记得修改完的时候 要重新Build一份 那Build的指令 可以在我们的说明文档上面看到这样子 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 那谢谢各位 如果有提问的话 可以在QR Code上面提问这样子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利用五分钟换长的时间 我们请下一位讲者来做准备这样子 对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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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 孟面 就是 股仿的部分 我们会看我们的Fireserver 它是不是有这个认证的一个极致 那像有些私人的 它就会去做这样的认证 那如果是公开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的 那我們可以在HL7的FIR官方文檔裡面 就是可以去稍微Google一下 它會有很多的測試的Test Server這樣子 我們有架一個公開的FIR的Server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用這樣 所以請問一下那個 因爲其實病患資料 但是應該是需要詳細的內容 加密的設定 我們這邊上傳到公開都是測試資料 所以一開始第一次 一早的那個第一個講 還有做所謂的病患的生成資料 那它做完之後就可以直接上去 所以我們基本上那個Server會提供的是 都是公開讓大家去存的 所以基本上那都是一些假資料這樣 實際的話會走https 那是它post的上去或是get 它會是那個明碼這樣 對會透過那個science https去做保護這樣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公開的一個 happy.fire.tw 這個是就是由那個下一個講者 它假的它也是提供這個就是公開的測試 然後大家去丟這樣 然後定期會清啦 對因為太多咖啡局在那邊要清一清這樣 來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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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谢谢大家